好 女孩子上学啊 遇到生理期来时的不舒服 也出现在小学当中了 因为现在孩子发育越来越早 出经普遍提前 台东东海国小呢 因此决定要率先实施生理假 就从明天新学期开始 教育部发出公文之后 台东东海国小第一个响应 是全台湾第一所实施生理假的国小 明天开始女学生每个月 可以请一天的生理假 而且呢 为尊重个人以资 不必出示相关证明的